故事十一,小猫的音乐梦想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住着一只名叫小咪的小猫 小咪有着一个美妙的音乐梦想 她想成为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 每天,小咪都会坚持练习小提琴 她的琴声清脆悦耳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记忆越发精湛 终于,有一天,小咪被邀请在小镇的音乐会上演奏 她紧张但兴奋地登上舞台,拉响了第一曲 她的音乐如同一股清风,吹拂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演奏结束时,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小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从此,小咪的音乐梦想成真 它成为了小镇的音乐之星 故事十二,小兔子的勇气之旅 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叫兔兔的小兔子 兔兔是个胆小的小家伙 总是躲在安全的地方 然而,她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探险 有一天,她鼓起勇气 踏上了勇气之旅 在探险的途中 兔兔遇到了很多挑战 但她都勇敢地面对 她穿越了茂密的丛林 爬上了陡峭的山峰 还跳过了湍急的河流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她成长的机会 让她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最终,兔兔成功地完成了勇气之旅 她的勇敢故事在森林里传颂开来 故事十三,小鸟的友谊之舞 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 住着一只叫咪咪的小鸟 咪咪热爱舞蹈 她梦想着能够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舞技 她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 大家一起练习舞蹈 分享彼此的舞技 他们每天在花园里跳舞 舞步优美,动作协调 在一次重要的舞蹈比赛中 他们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第一名 比赛结束后,大家一起庆祝,舞蹈 笑声和友谊在花园里弥漫开来 这个友谊之舞成为了每个小鸟心中最美的记忆 故事十四,小熊的勇敢心 在一个宁静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小熊叫咪咪 咪咪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 但它也是一个害怕黑暗的小熊 一天晚上,它听到远处传来的求救声 原来是一只小松鼠被困在了树上 面对黑暗,迷你的勇气被点燃了 它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困境 用坚强的爪子就下了小松鼠 从此以后,迷你不再害怕黑暗 它学会了面对恐惧 勇敢地去帮助别人 故事十五 小鱼的珍珠之旅 在大海的深处 有一只小鱼叫波波 波波是一只独特的小鱼 它梦想着能够找到一颗传说中的珍珠 有一天,它踏上了寻找珍珠的冒险之旅 在它的冒险中 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是波波从不退缩 它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最终,它找到了那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那是海底世界最美丽的宝藏 波波带着珍珠回到了家 所有的鱼儿都为它的勇气和智慧鼓掌 故事十六 小蝴蝶的彩虹之旅 在一个花海中 有一只小蝴蝶叫花花 花花梦想着能够飞向彩虹的尽头 一天,它看见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它决定踏上彩虹之旅 飞行过程中 花花看到了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紫色的颜色 它被这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 当它飞到彩虹的尽头 它发现那里有一个神秘的花园 花园里开满了各种奇妙的花朵 每一朵花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花花在彩虹的尽头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它学到了更多关于美丽和快乐的知识 故事时期 小象的责任心 在一个大草原上 有一只小象叫小乐 小乐是一只非常懂事和负责任的小象 一天 它发现草原上的水源正在逐渐减少 动物们都非常焦虑 小乐决定担起责任 它带领其他动物寻找水源 它们跋涉了很长的路程 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 但是小乐坚持不懈 最终它们找到了一处水源 小乐和其他动物们一起修建了水道 确保了水源的稳定 它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草原上的植物茂盛 动物们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十八 小猴的智慧 在一个茂密的丛林里 有一只小猴叫猴猴 猴猴非常聪明 它喜欢思考和解决问题 一天 丛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吓坏了其他动物 猴猴决定利用自己的智慧制造陷阱 将老虎引诱到陷阱中 保护了其他动物的安全 猴猴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计划 它用各种工具搭建了一个精密的陷阱 当老虎走进陷阱时 猴猴立刻将陷阱关闭 将老虎困住了 其他动物们看到了猴猴的智 故事十九 小熊猫的友爱 在山间的竹林中 生活着一只小熊猫叫小成 小成是一只非常友好和善良的小熊猫 一天 小松鼠丢失了家中的坚果 非常着急 小成看到了小松鼠的困扰 它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圆柱之手 小成和小松鼠一起在竹林中寻找 经过一番努力 它们终于找到了那颗珍贵的坚果 小成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它只是看到了别人的困难 就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小成的友爱精神感动了所有的动物 竹林变得更加和谐幸福 故事二十 小狗的勇气之行 在一个宁静的乡村 有一只叫旺旺的小狗 旺旺是一只非常勇敢的小狗 它总是不为困难 勇往直前 一天 乡村的水井坏了 没有水源供应给农田 这让农民们非常担忧 庄稼将会枯萎 旺旺看到了主人的焦虑 它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问题所在 它爬下井口 用自己的小爪子尝试修理水井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旺旺没有放弃 经过一番努力 它终于修好了水井 水源重新恢复 大家为旺旺的勇气和智慧感到骄傲 它成为了乡村的英雄 莫莆的开官 continuar 声 信 над 声 声 声